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讲讲这场 竹总杯第五轮 车路士主场对曼联赛的赛事 如果拿杯来计算 苏思亚茶做暂代理队来计算 最有机会拿到的杯就是竹总杯 所以这场都是用强阵去对车路士 而车路士也是一样 他其实是很想拿这杯 他也是出了一个强阵 首先我们遇到 我们一开球做了一个high passing 就是对车路士的 其实这几场苏思亚茶来之后 就是这样的了 一开球就会做一个high passing 高位亚迫就逼对方 希望对方有个失误 就可以尽快进入一粒 进入一粒之后 就开始慢慢慢慢 看看可不可以修缩防线 但是也是这样的 一开始都是想做一个high passing 我们要看我们的队 我们要看我们的队 先看我们的队 一开始我们做了一些high passing 就逼他们 效果也挺理想的 但是 还没有进入球 但是我们对方车路士那边 就有个high passing 就不停在我们两个中间游走 令到也有少少险障 所以就由于还没有进入球 所以就开头 就感觉上就被车路士按住来打 我们就开始有时候打击打 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位置 阿希古欣就在我们两个中间中间 摄上去 就是这样 我们就开始 进入了第一球之后 我们就开始收缩了防线 我们就开始收缩了防线 那么 那 Matfield 和B4 现在已经黏到很近 很近 那么 这样就可以令到 会安全一点 少少 不会 就 够人防守 那么 你 看一看 我们也是打了低 passing 之后 之后 那么 第二件事 我想说 你可以看看 其实 全场呢 在头那段 我们是做了 做了 做了 passing 之外 其余时间 都是 Defense 或者等机会 做过 counter attack 这些就是我们的 momentum 其实 是早期 我们 攻得挺厉害之后 之后 也是 手车路士 的 好了 第二件事 我想说 就是 我们 有没有在 PFC 场播 我们输了 有没有在 PFC 场播 我们得到经验 去改善 改善一些东西 我发现 其实 有的 首先 我们有两个 就拉在一边 我们两个中 就是 罗卡古 和 Westward 两个都拉在一边 轮流走位 同时 多了马达 这个点 令到中场 控球能力更强 其中一球 很有机会 最后一分钟 罗卡古 交了球 给 Westward 其实 就像 PFC 的球 或者 给你们看一看 第一球 罗卡古 就在这个位置 罗卡古 就在螢光幕的中间左右 下面的位置 就是两个人 中间的位置 就是 Westward 来的 我们就交了一个球 给他 他 而 Westward 就冲前 想接应 顶这球 球 大家觉不觉得 有没有印象 跟 PSG 的球场 对麦巴比的球场 好似呢 就是这球 大家可以比较 都是相同位置 就在两个中间中间 插上去 希望能接应 到的 但 其实 只有几次 有少少 就参与了 PSG 的打法 就在两个中间中间 插上去 顶这球 同时 还有一球 我认为是有进步 就是在 我们进入的球 就是这球 就在 普巴 就交了 球 就在哪裏 拿了球 那 就 你看到 区里拉 呢 区里拉 就跑到这 区里拉 就叫球 嘛 普巴 就在 跟着 一路走 普巴 做了一个Fatting 看见到 区里拉 有位 就交了 球 给他 给他 撑上去 我觉得 这球 其实 跟那次 有一球 跟阳架 那球 很相似 阳架 这球 又是这样 在哪裏 加上去 但是 SANTES 没有走 1 behind 区里拉 就在哪裏 在哪裏 而且 福仔 就引开了 这两个位置 就令到 区里拉 多了空位 就有这个球 其实跟 SANTES 这球差不多 不过 SANTES 没有走位 这一场 PSC 那一场 好 嗯 好 第二件事 我就想说 一说 Ratsford Ratsford 有很大的进步 从PSC之前的几场开始 之前 Ratsford 去到禁区线 很多时候 都会起脚 但是 有一球 即是 这一场球 第二球 其实 很明显 看到 他做了 counter checking 不是 counter checking counter checking 他做了counter checking 之后 他没有第一时间射球 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队友 就盖上来 我们可以大家看看 这个攻势 首先 交了球 在中间拿了球 压了三位 拿了球 之后 交了球 给Ratsford 走位 他一路跑 向前冲 来到这个时候 我们很明显 看到Ratsford 有望 而Ratsford 就在冲进 这里 你看到 Ratsford 第二个陆马区 之后 他就一脚斩 然后 普巴尼就抵入了球 次一个 Andre attack 我们可以看看 之前 他有几球 是怎么处理的 不如 这个是Ratsford Ratsford 在对 巴里顿的时候 也是在类似位置 但问题 普巴仍然冲进 这里 这球是进的 但问题 主要是想射 射 不过 普巴是贪尽 射入了 射入了 那 我们看看 第二个例子 Ratsford 又在这里 但这球 其实 这球 已经有两个位置 可以交的 但他又没有选择交 直选 直射 直射 结果 就飞了 所以 中后 这两个位置 相同位置 我觉得 Ratsford 进步了很大 至少 起码 有没有留意 身边的人 究竟 走位了 现在走位 他就会交 这个 我觉得 他进步大了很多 起码 不会进入禁锅 之后 就方方张张射射了 这个 是 比较厚的 第三个 我想说 在PSC 里面 我们打得不好 主要原因 有一个 因为 普巴拿不到球 普巴拿不到球 令到我们的中场线 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 这一场 不知道是 因为 其实 车路士 没有重点抹住 普巴 其实我看到的原因 就是 因为 我们主要加的球 就未必 第一点 先交给普巴 所以 普巴没有球 他就没有刻意 去 去 这样的情况下 普巴多了很多空位 距离人的位置 我们可以 看看 普巴多了很多空位 距离人的位置 距离人的位置 也有 比较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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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 这个位置 普巴仍然 没有被人 空位 但是 因为 我们 今次的 第一点 不是交给普巴 对 这些 节奏 可以在中场 也可以 得到球 也比较容易 自己走位 相对 PSC 你看看 他任何时间 都是被人抹死的 所以 第一点 都交不了 所以 截断了整条 中场 所以 这一场 PSC 打得差 以这场 车路线 打得比较好 就是因为 中场 改动了 变成了普巴 没有受到那么大压力 也没有被人 相对 那么压力 那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都同意 的话 再谈第三点 Defense 问题 其实 上一场 我们对 第三点 Defense 问题 其实 我们上一场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中场 线 中场 线 中场 线 中场 保护不够 而且 有一个很厉害的 物败 所以 容易受到很大压力 这一场 我们 这一场 Mathfield 和 B4 拉得比较近 保护 保护 他的 用途 大了很多 亦都帮到手 因为 我们 进入完 之后 都是在打 这个 NoDefense 我们看看 这张图 其实 我们的后防线 多了很多人 这张图 也是 整个 Mathfield 和 B4 其实 距离很近 因为 之前 我们看到 是 喜悟欣 常在这个位置 就是 早期 早段时间 但是 中场线 比较松散 虽然 虽然 中场线 也是在 中场线 但是 中场线 比较松散 但是 比较松散 人多 还要打松散 车路士 基本上 还要输 2球 基本上 打不出 进来 对了 最后一点 我想说 本来 我们 跟大家 聊天 都这么说 其实 估计 这场 会有点轮换 但是 有点事意外 除了 罗美路基一点 之外 基本上 都没有轮换 轮换 到最后 都没有出 同时 出了 三提示之后 感觉上 没有什么用途 其实 没有交过球 没有 助攻 又没有射球 七十几分钟 但是 为什么 七十几分钟 换上来 是位置对位置 但是 我觉得 应该 可以用 flat 试一试 用flat 去 打中场 或者用flat 换马达 都可以 这一点 如果 不解决 这样 因为 starting eleven 经常胜得 11 而 其实 已经有两个伤 不停地打 就很有机会 他们的体力 未必应付得到 因为还有三条 才要打 希望 苏斯阿茶 可以解决到 这个问题 好了 我今天 说的 是这么多 拜拜